中亚历史军事要塞是沙俄在哈萨克韩国南部的据点 1825年一直由亚美舍夫要塞防臣司令 苏兵中校率领的120名格萨克队伍前往大渔资 在这里建立了阿拉套、喀帕尔、列普辛斯克等军事公司 主建了阿亚古兹和科佩克经两个区政府 1848年1月10日还在大渔资任命的一名俄国警长 这个时期沙俄在希尔河地区还建了许多军事公司 1840年在距离希尔河河口七八十俄里的拉伊姆军事公司等军事要塞得以建立 奥汉人从陶苏别克要塞和阿克梅切级要塞被排挤出去 必须指出是成功